从四到一 怎么样可以在一年内 把一个四年的英文系学位 BA in English完成 我是周晓晶教授 是一个退休的英文教授 过去我曾经做过 一个外文系的系主任 和一个语言中心的主任 这两个大学都是在台湾的 我的教育背景主要的是 我花了三年在英国 一个叫做Blackfriars的地方 求学 现在Blackfriars在1994年 已经改名为 Blackfriars Hall University of Oxford 我同时有三个学位 BA MA 跟PhD 这是从 以色列的西伯来大学得到的 我的论文指导教授 是康尔尼 跟 西伯来大学的教授 Sanford Budik 同时 我也是 IOP 就是世界 英语教授协会的一员 我建议这个 Program呢 主要是帮助中国学生 去 利用 电脑跟网络 可以得到 一般 在大学里面 要花四年 才能得到的训练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 如果你想在 台湾一个大学里面 拿到一个 外国文学 跟外国语言 的文学的 学士呢 你必须要花四年的时间 跟金钱 有些同学可能他们 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第二 internet 就是网络呢 他可以 为我们制造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完成 自学的 工作 我首先声明 我这个 节目 并不是取代 正式的教育 有兴趣的学生 最好能够去 外文系 花四年的时间 拿这个学位 但是很多人 他们无论是 在金钱上边 或者在时间上边 没有办法 完成这个 事情 有些学生 因此 欠债 也有些学生 他们 要去 打工 才能够赚钱 来养活自己 这么 所以 他们不能够 专心的 在 读书 跟 练习 语言上 如果他们 没有办法 花足够的时间 来努力 他们 虽然最后可能 就算拿到了学位 实际 他们并没有 这种语言的能力 我在大 大学已经交了25年 过去我也领导过一个 英文系 这个文文系 还有研究所的 还有一个外语中心 这个外语中心呢 是负责全校的 语言 实习课程 跟 课外校 的 英语课程 我认为 现在的 网络能力量 已经可以 帮助学生 自己的 去 学习英文 这个代表 虽然他自己努力 他是可以 在自己的时间 如果在自己没有钱 或时间的 环境之下 他可以 花四年 把自己的英文 学好 所以这个计划呢 就是帮助 那些 真正有兴趣 或者一些学生 他们没有 时间 或者金钱 去完成一个学位 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节目呢 可能对他们 有一些帮忙 我自己本人 并没有 英语教学的 学位 所以我知道 我这么做呢 也可能里边 有很多的错误 但是我总认为 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就算没有把它 完全的做好 可是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 这个也可以值得尝试的 是 我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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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